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我是你們的YELLO 今天肯定還是開箱 不過開箱之前先 JET THE MADER 坐在我的奔馳 我開在回家的RODE 看著我的老婆 她說在中山RODE 我的麥克風 上面寫著一個RODE 還有我的衣服帽子 上面全部都是RODE 羅德大千 HELLO 大家好 我是YELLO 對 好久不見 我的RAP又長進了 一托二的小蜜蜂 而且是自帶麥克風的那種 是非常方便的 沒有看的同學 可以去我上上期看一下 然後羅德 這個羅德 這個羅德 是麥克風中的網紅 是麥克風中的潮牌 而且最近他們不是出了一款 Wireless Go 對不對 一個網紅的小蜜蜂 內置麥克風 B-Link 是一托二 它這個Wireless Go 只有一托一 上一期說到這個Ceremonic 非常棒 一托二非常好 那你要我選擇 Ceremonic 這個B-Link 500 一托二的小蜜蜂 還是要選擇 羅德的Wireless Go 這個是一托二的 那個是一托一的 不好意思 選擇是小朋友才做的事情 我們大人 兩個都買 而且我一次要買兩個 你說氣不氣 然後這一次 我們就要為這兩款麥克風 做一個橫評 測一下它的底噪 測一下它的音質 測一下它的便捷性 好不好 我們先幹嘛 編導的意思是 如果我戴著這樣子的帽子 還有衣服 還有這樣子的麥克風的話 有一點被贊助的嫌疑 是不是 對啦主要是很熱啦 對主要是很熱 OK 拖掉 拖掉羅德的衣服 幹嘛 這樣帽子不會更熱嗎 是更熱 但是就堅持一下吧 就不會有廣告的嫌疑 是不是 最神聖的環節拆箱好不好 這個怎麼讀 叫做Wireless Wireless Go 不叫Wireless Go Wireless Read After Me Wireless Wireless 不要讀成Wireless 也不要讀成Wireless OK Wireless Go 對比一下外型好不好 這個外型就區別還是蠻大的 兩個Wireless Go 才差不多等於一個Ceramont B200 B500 記得我的話 東西好不好不重要 一定要好看 不友好啊這個包裝 看這個白色的包裝 一次性的封條 也就是說 你撕開之後 基本上 應該是退不了貨了吧 有三個很明顯的圖標 第一個就是 一個是它Wi-Fi傳輸 然後第二個是 Building Microphone Building Microphone 內置的麥克風 以及它是使用的是 2.4GHz的Wi-Fi傳輸 由於它使用的是2.4GHz 所以你無法和那些FM麥克風 就是類似 News Shooter 是不是 類似這個手雷 這樣子它是使用的是 無線電傳輸 所以它信號 延遲 距離 都會稍微比這種好一點 但是再怎麼好 它都沒有它小 裡面是這樣子的 Wireless Go 一個是Transmitter 一個是Receiver 就是一個是發射端 一個是接收端 剛剛我是不是說的普通話不好 發射端這樣子 發射端 一個是發射端 一個是接收端 一個是接收端 然後 這樣子包裝的 包子 還是蠻有趣的是不是 好像一個禮品盒對不對 當然我們從配件開始說 好不好 小布袋子 這個就是可以幫我們 放進我們這兩個 Wireless Go 不用讀系列 千萬不可以使用的乾燥機 3.5毫米的 TRS 音頻線 不是手機的 是給音頻設備用的 然後如果你是需要 給手機用的話 要買一條TRS 轉TRRS 多了一個R 多了一個R 多了一個環 Deadcat 兩個死貓 就是防風罩 很多up主說的每次都要吐槽一次 說的一樣的台詞都是 為什麼送兩個 因為它這兩個卡扣聽說是 比較鬆比較軟比較皮軟一點 然後你放進去的時候走著走著 它就轉會掉的 兩條Type-C線 為什麼是兩條呢 兩條線可以同時給兩個一起充電 你就不用輪流來 Receiver插在那個機器上面 然後Transmitter就發射器 直接就別在你的E0之類的 然後兩個同時按住3秒鐘 就配對完成了 如果不能配對完成 旁邊還有配對接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有多小 大小對比 接收端還有發射端 是兩個一模一樣的尺寸的 尺寸是一樣的小正方形 是不是 然後既然說到這個尺寸 我們就可能要找這個Ceremonic Wireless Go 就矮了一點的正方形 然後厚度的話應該是差不多的厚度 接收端是帶有一個液晶屏的 據說這個的官方傳輸距離是可以去到100米 up to 7 hours battery life from full charge 如果你充滿電的話 官方宣稱是7個小時 鏡面的設計對不對 鋼琴烤漆 所以它其實這塊磨撕掉之後 撕開之後你會發現 對不對它這上面其實很漂亮的鋼琴烤漆 不是啞光的很漂亮很好看 但是這種東西 這種鏡面的東西是很容易刮花的 於是乎我在網上大概搜羅了一圈之後 就發現了這個東西 一個羅的Wireless Go專用的鋼化膜 貼好膜之後就會不怕它怎麼弄了 而且貼得很完美 說到它的固定方式就是它的接收器的固定方式 B-Link Wireless Go 它後面都是這樣子的夾子 對不對 除了可以夾在衣服上面 夾在別的地方 你還是可以夾在熱靴上面的 對不對 B-Link 500 直接很像夾住 上一期說過了 然後這個Wireless Go也是一樣的 可以夾住 這樣子對不對 它出去拍Vlog的時候很爽很舒服 是不是 B-Link 500 因為它可以依托耳 對不對 我出去的時候大家都不是寂寞的成年人 是不是 大家出去錄Vlog的時候 旁邊最起碼是有兩個人 一個放這裡 一個放在朋友那邊 然後錄Vlogger的話 就不用遞麥克風 對不對 然後你如果是羅德的忠實粉絲 幹嘛 忠實粉絲 如果你是羅德的忠實粉絲 喜歡羅德的Wireless Go怎麼辦 那你買兩個 是不是 買兩個之後你要怎麼固定在你的熱靴上面 三頭冷靴轉換器 裝上冷靴之後 我們就把接收器 一個插左邊 對不對 一個我們插右邊 嗯 對不對 有點 臭死了 但是沒辦法 你如果對羅德有品牌面心的話 你一定要用Wireless Go 你就只能這麼操作 然後你再弄一條那種 3.5毫米音頻的1分2的線插著 然後繞一下 插在你機器上面 然後就可以了 當然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還不如 真的還不如 V-Link 500 E-TW2的好不好 最後一個配件 雲頻車 因為還沒到貨 充電用的啦 是不是 雖然它有送兩個Type-C接口的充電器 充電線 很方便充電 但是我覺得還是太麻煩了 去網上買 有一種是 E-TW2 USB的公頭 再加上兩個Type-C口 這樣子插著充電堡 然後有兩個頭這樣伸出來 你就可以同時充兩部設備 而用一條線 是不是很方便 我們現在來把這個Dead Cat 這個防風毛衣把它裝上去 看一下它真的是不是 如江湖傳聞的那樣子 非常難的 非常容易會掉 這樣子說話是不是 一定要用藍花紙 各位Up主 如果要體現一種東西很小 你一定要用藍花紙 是不是這樣子 這樣子這個東西就非常小 它也不會很容易掉啊 還行啊 有那麼容易掉嗎 我覺得沒有傳聞中那麼難掉 因為它是兩個塑料的卡扣 這樣子 塑料的卡扣 卡在這個機器上面的這個卡岩裡面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也不會那麼容易掉 但是 如果蹭到衣服的話 大機率也是會掉的 我們來開一下機吧 兩個開機鍵是羅德的那個O 開機之後看到沒有 它就已經是連上了 也是非常迅速的 說三秒就是三秒 它不會到你第四秒才給你連上 是不是 三秒就是三秒快難 羅德快難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實這個音頻珠 它是已經有在波動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來說一下這個Wireless Go的 看一下小鈔 我忘記要說什麼了 等一下 開機完 那我們就現在就要來試一下聲音了 好不好 然後特別適合我們的 Cheramonic B500 記得一定要把這個DP 就是這個音量按鍵一定要調到最大 這種小型的WiFi麥克風 它內建的它是有一定的底噪 然後如果要消除底噪 你發射段的聲音一定要開到最大 例如Cheramonic就是按這個加號鍵開到最大 Wireless Go就是在接收段這裡調到最大聲 然後再在機身裡面調小聲一點 平衡它的聲音 這樣子你才能得到稍微比較乾淨一點的聲音 我把羅德的Wireless Go插到我衣服的左邊這裡 然後B-Link 500插到衣服右邊這裡 然後分別開機 我來聽一下聲音有什麼不同 順便說一句 我現在使用的還是羅德的News Shooter加上NTG3 這是我一直用開箱以及出去WiFi的時候一台 比較好的一個系統 對不對 還是像上次一樣 1 2 3就馬上轉到羅德的Wireless 好不好 3 2 OK 那這邊左邊就是Wireless Go的聲音 Wireless Go的聲音 右邊就是Blink 500的聲音 Blink 500的聲音 對不對 B-Link B-Link 500 他們讀成B-Link 但是它其實也可以做Blink 對不對 這樣子的話我就把它們的電瓶都調到一模一樣 大概上是一模一樣 我們要做兩個測試 底噪主要還是機器的內置麥克風出來的一個噪音 仔細戴上耳機聽一下哪一個的底噪大一點 好不好 3 2 1 開始 對 我聽不到 等一下我到電腦後期的時候就可以看一下底噪是怎麼樣子的 緊湊型領夾式發射器和接收器 一體麥克風或領夾式腰包機 電池充滿電後工作時間最長可達7小時 緊湊型領夾式發射器和接收器 一體式麥克風或領夾式腰包機 電池充滿電後工作時間最長可達7小時 怎麼樣 你們覺得哪一個聲音好哪一個聲音差 其實他們的聲音我都聽過的 怎麼說呢 底噪的話我覺得我主觀評價 Blink稍微大一點 Wireless Go這邊功率會稍微大一點 因為我剛剛把聲音兩部的聲音都調到最大 然後接入到我的機器上面 發現Wireless Go它聲音是比B-Link要高很多的 好不好 這個聲音的發射功率大小並不能代表什麼 只是它一個廠家考慮的一個範圍 不是我們終端用戶所要考慮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用理這個 然後音質的話我聽過 Ceremonic這個B-Link 500它是比較低頻比較多 就上次我說那樣低頻比較多 高頻的細節比較少 低頻的細節比較多一點 然後Wireless Go它是相反的 高頻的細節比較多 低頻的細節比較少 然後兩個發射器都是內建麥克風的 而且都是Type-C接口不用說 現在都是Type-C的時代 最後的就是兩個發射器都支持什麼 3.5毫米領夾式麥克風的接入 對不對 但是我們如果是買這種小蜜蜂的話 不是買那種傳統的腰包式的 那種大一點的小蜜蜂的話 我覺得沒有必要擦領夾式麥克風 因為你買這種東西就是一定要方便 一定有突然說我心血來擦 我現在要拍個東西 我要拍個開箱什麼的 我馬上擦著就可以說 而不用說現在哪裡擦一下 擦到衣服裡面貼好隱藏好 夾在領子上面這裡 太陽都下山了沒必要對不對 Yellow哥哥跟你說 我剛剛說的一樣 小孩子才做選擇 我們兩套都買 而且我Wireless Go還要買兩套 對不對 錢賺了就是要花 花光了你再賺 這就是我們存在的意義啊 人生已經錯過那麼多美好的事情 已經過了三分之一 你還要選擇 爛透了這種理論 毒雞湯文 然後和上次說的一樣 如果說我們放在嘴巴旁邊 它的音質是好很多的話 那我們要盡量靠近嘴巴是不是 那我們要怎麼做 還是像上次一樣 第一個佩戴方式 有沒有這樣子 就有點帥的感覺出來 而且聲音也清晰很多 有戴眼鏡的朋友 夾在眼鏡腿上面 不是設計成這樣佩戴 所以這樣戴起來 其實不太舒服的 最好的還是帶個雪貓 冬天出去的時候 帶個雪貓 然後反夾著 它的聲音肯定是最好的 好不好 那我們看一下還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的話 你們直接發彈幕 編導你插一下 看一下那個彈幕 有什麼問題好不好 這個麥克風的重量 OK 剛剛發彈幕的這個朋友 我回答你啊 這個麥克風的重量的話 按照我自己feel的話 差不多重量是一樣重的 OK 下一條彈幕是怎樣子的 音質 音質我剛剛說過了 就音質你們可以去對比一下音質 是不是 那音質你們可以說一下 那這樣子重複的話 就不用說了好不好 看一下下一個彈幕說的是什麼 嗯對這個問題說的非常好 他問的是兩個麥克風哪一個看上去質量比較好一點呢 B-Link 500它的塑料感稍微比較強一點 就設計的外觀按照主觀來說羅德的這個Wireless Go 它是比較好看而且比較硬實一點 我們上的話就要帶 他們除了是麥克風之外 包子 他們其實是一款音頻傳輸裝備 那這樣就比較好玩了 怎麼好玩呢 我們首先拿出一個音箱 音箱的後面都有一個什麼 AUX音的插口 接收端用我們的TRS線直接插在這裡 然後發射端呢發射端我們就直接連接上 MP3也好手機也好啥東西都好 然後這樣子連上 你就可以組成一套什麼WIFI無線音響 雖然現在的音響 比如這個BOSE它都是有無線的功能 但是有一些比較老式的或者比較高端的純音響 它是沒有藍牙的也沒有AirPlay這些東西 你就可以這樣使用 這是第一個使用場景 發射器插到你相機上面的耳機接孔 接收器接上你的耳機 像我上次說過一樣 變成一個耳反 如果兩個的推力不足 你可以兩個疊加在一起 怎麼疊加 接收端和發射端 用它送的這條線插在一起 推力加推力等於兩倍的推力試一下 對不對 我沒有試過因為我覺得有點蠢 但是真的是有這種需要 就是在片場我他媽的找不到 一個比較好用的設備的話 剛好手頭上有兩套或者三套Wireless Go 那我就只能這樣試一下 如果推力還不足怎麼辦 買三套再不足買四套 再不足買五套Wireless Go 解決啦 但是這些是我開玩笑的 就不要真的去用到自己要拍片的時候 突然這樣子用 就大家可以嘗試一下這樣子有沒有去 3DS XL的時候 欸我要帶耳機是不是沒有線怎麼辦 發射器又來了插在這裡 這裡又插著耳機是不是 你又可以無線的方式來玩遊戲了 是很棒 像那個Switch對不對 也可以這樣子操作對不對 這是它的說附加功能可以嗎 算是附加功能吧 反正就是 對這是彩蛋 這是一個bug 我們的麥克風是不是 也直接可以插在這上面 然後使用 那本期就為大家介紹了這個 羅德Wireless Go的開箱 以及和這個Blink500 它們之間的對比 它們的環車什麼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的話 記得投筆點贊 一鍵三連 我是你們YELLOW 下次再見 更多地方 一鍵三連